这个小镇十分有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 人很少 曾经呢 这里有一所著名的钢铁厂 上班员工撤离这里呢 于是呢 这里就被建起了一座天空之城 叫做建德航空小镇 我们来看看 这里可以游览的地方 有很多大多免费 沿着这条路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常听说中国有八亿多人 没有坐过飞机 那么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没有坐过飞机呢 那我们就来近距离 瞧瞧这个飞机是什么样的 毕竟呢 看飞机还是不花钱的 您说对吧 今天呢 我们近距离的 看一下飞机是什么样的 这里有个介绍啊 我们先看这架飞机 还有一架很多人没见过的飞机啊 这个飞机呢 目前是一个餐厅啊 全球第八家飞机餐厅 也是我国第二架飞机餐厅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啊 这架看似先进的飞机 并不是我国所产的 而且是40年前生产的一架飞机 由英国制造 是不是现在看起来依然很先进呢 而这架飞机的首飞呢 则是在1981年啊 这个寿命可以说是非常的长了 最起码要比汽车应该长上两倍吧 它的full name呢 就是BAE146 这个飞机呢 其实在当时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最大载重量可以达到3.8万公斤 是不是很惊讶啊 而且呢 这是一架运输机 并且呢 还可以在里面进行模拟驾驶 恒山钢铁厂 曾经名声大造的钢铁厂啊 现在已经被 以为的平地 彻底没有往日的辉煌 建在湖边的是一座新兴的崛起的航空小镇 由于呢 这里距离千岛湖非常的近 所以呢 在空气中 似乎能感觉到一些湿气 感觉是非常纯净的空气 这个飞机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吧 我们接着来介绍一架 大家平时看不到的飞机 顺便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里的厕所啊 是非常有特点的 像一个巨大的航空舱 里面呢 也是十分的干净 但里面我们就不拍了 这个小镇的干净程度呢 令人无法小心 还有这些造型奇特怪异的座椅啊 这个座椅很像一个直升飞机的半个啊 现在呢 是早上大概十点钟 我们一直是沿着千岛湖 一路走国道过来的 看看这个小镇啊 见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可能人们还在休息之中 十分干净的街道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街道 走在这样的宽阔街道上 是不是心情十分的惬意呢 偶尔只能看到一两辆车子 从这里驶过 这个小镇上呢 非常的安静 目前是国家4A级景区 而且没有看到有收门票的地方 只是个别餐厅或者温泉什么的 这架飞机可能见过的人就非常小了 别看这架飞机 从外表构造来看 非常的简单 其实呢 这架飞机曾经是真正的历过了非常大的功劳 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架教练机 南昌C街 杠6 这是全名 很多人呢 搞不清这架飞机究竟是干嘛的 我们今天就来解答一下 这架飞机是用于培养飞行员的 曾经呢 培养了数以万级的飞行员 1958年首飞的这种飞机呢 在1962年的时候 共生产了五架 但是在当时呢 却是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啊 这种类型的飞机呢 截止到2012年呢 共生产了2576架 据资料显示呢 这种飞机真的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 因为它许多中国优秀的飞行员 在这个摇篮中被培育出来 不过作为一架较量级呢 这个飞机的航行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只有640K 优质的质量 以及它的光荣的荣誉呢 就是代表了50年代 那些科学家的努力奋斗的成果 这边呢 还有一个牌子 就是介绍的当年非常著名的恒山钢铁厂 上万人呢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离开了这里 如今呢 这里却是一个美丽而漂亮的小镇 然后呢 感谢观看